大家好,我是西雅图姐姐 太平洋西北地区有她自己非常独特的氛围 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在西雅图南边一个景点 我们今天开车四个小时 经过了连接华盛顿州和俄勒岗州的埃斯托利亚梅格勒大桥 来到了俄勒岗州带大家去看一下著名的坎农海滩和海风岩 曾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世界一百个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坎农海滩位于美国俄勒岗州西北部 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 以其壮丽的自然美景而闻名 包括风景如画的海岸线和标志性地标海风岩 它是一座高达235英尺的巨大海石石柱 这个非凡的景观让所有到这里游玩的人惊叹不已 它曾出现在无数的小说、电视节目和电影中 也是微软电脑的强指之一 受到许多摄影爱好者的青睐 这里也是海洋花园和鸟类的庇护所 漫步在海风岩石旁边的沙滩上 你就会开始明白 为什么人们都喜欢这片俄勒岗海岸 坎农海滩拥有绵延数英里的通往太平洋的沙滩 人们可以在海滩上晒太阳 和全家人在这里聚会 并与心爱的人一起漫步 一起欣赏日落 这里优美伊利的海岸线景观 与迷人的海边小镇神奇的融为一体 坎农海滩市 还有一个非常古典 优雅的市中心 在这里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商店 精品店 餐馆 和咖啡馆 这是探索和享受当地美食的好地方 这里还拥有充满活力的艺术社区 全年都有众多画廊和艺术活动 这里还举办一年一度的坎农海滩沙堡大赛 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雕塑家参赛 坎农海滩提供多种住宿选择 从舒适的海滨旅馆 加上早餐酒店到度假出租屋和高档度假村 应有尽有 坎农海滩是游客的热门目的地 其独特而原始的环境 加上友好的社区和小镇的魅力 使其成为度假的宜人之处 今天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